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上的单元是营养的食物四 饮食好习惯 我们在前面几堂课啊 各位小朋友还记得吗 我们学会了什么吃 吃什么 吃多少 最健康 今天啊我们要来学学 哪些习惯是我们在饮食的时候 必须要注意的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哦 第一个 首先我们要在饭前一定要洗手 如何洗手 我想大家都会了吗 之前老师有教过洗手五加七 大家还记得吗 五的步骤是什么 五的步骤是 撕 搓 冲 捧 擦 没 没错 各位小朋友 大家都有记得哦 那七是哪七个步骤呢 大家想想想看 用你的聪明头脑想想看 之前老师也有教过 七个步骤是什么呢 嗯 没错 叫做 内 外 夹 公 大 立 丸 好 那我们就来复习一下 那什么是 内 外 夹 公 大 立 丸 首先 内 我们怎么样洗 就是希望小朋友把内手掌 搓揉手掌 把它搓干净 当然啦 手一定要先打湿 然后用肥皂抹在手 手心中间 然后呢 搓揉我们的手掌 把我们的内手掌搓揉得干干净净的 这就是内哦 好 接着 外 外 那接着我们要洗的就是我们的外手臂 我们的外手臂也要把手臂搓揉干净 通常小朋友只知道洗前面 忘了洗背面的地方 所以外手臂也要搓揉一下 好 再来就是夹咯 也就是要洗我们的指缝 把我们的两根手指头这样子 两只手把它夹起来 然后呢 搓揉一下我们的指缝 把我们的指缝的部分呢 也能够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 好 这就是夹哦 好 再来 弓 弓呢 就是希望我们去搓揉我们的指背跟指 我们的这个指节 好 我们的手指头的指节的部分呢 把我们的手啊 我们的手先弓起来 弓起来 然后弓起我们的手 然后把我们的弓背指指节搓揉干净 对 指背跟指节都要搓揉干净哦 两边都要两边都要搓揉干净 嗯 小朋友很棒 好 再来 接着就是要搓揉我们的大拇 大拇指跟虎口的地方 好 这就是大哦 搓揉干净 好 转一转 把我们的大拇指跟虎口的地方 好 两边都要搓揉干净 好 这就是大 好 力 力就是把我们的指尖地起来 搓揉洗干净 把我们的指尖洗干净 可以用转圈圈的方式 把我们的指尖洗干净 洗干净 嗯 好 最后一个了也是最常常小朋友都会忽略的 那就是我们的手腕 好 我们的手腕的部分也要洗干净 嗯 搓揉一下 把肥皂泡泡呢 把它洗一洗 好 我们的洗手的七步骤就快完成了哦 最后各位小朋友别忘了 我们要撕搓冲捧擦 最后要把我们的手呢 呃冲洗干净了以后 把肥皂泡泡还有脏脏的东西 通通冲洗干净了以后 要用呃干的毛巾 或者干的纸巾 把手擦干净 不要甩在地上哦 或者到处甩 这样就是不错 不对的一个行为了哦 好 洗手的好习惯 可以避免我们 把脏东西还有细菌吃到肚子里面去 所以啊聪明的小朋友 你一定会把手洗得干干净净的 对吧 第二个好习惯是定时定量 还记得平平安安的小故事吗 嗯 山餐一定要吃 尤其是 没错 早餐绝对不可少 吃了早餐精神好 活动学习有体力 不吃早餐伤身体 昏昏沉沉没力气 记得上次 安安因为没有吃早餐 跑步 没力气 上课的时候 没办法专心 所以各位小朋友 我们一定要定时 接着 而且还要注意定量哦 那小朋友想想看 我们上一次上课 上到健康餐盘的时候 有提到几个 注意要吃的 要注意的事项 那我们就再来复习一下 各位小朋友 那等一下呢 你可以跟着米华老师 一起 我们再复习一次哦 我念一遍 你可以跟着我念一遍哦 每天早晚一杯奶 早晚一杯奶 每餐水果全头大 每餐水果全头大 菜比水果多一点 菜比水果多一点 饭跟蔬菜一样多 饭跟蔬菜一样多 豆鱼蛋肉一掌心 豆鱼蛋肉一掌心 坚果肘子一茶匙 坚果种子一茶匙 嗯 给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好 各位小朋友都很棒 好 那我们都知道怎么吃聪明吃 那现在呢 第三个好习惯就是 细嚼慢咽 各位小朋友 我们要细嚼慢咽 要一口一口慢慢吃 每一口食物啊 送到我们的小嘴巴里面 小朋友 我们可以啊 在心里面 莫属哦 嚼二十下 再吞下去 这样啊 食物啊 就不会 呃 不小心跌着了 或者吃下去 太大块了 食物不好消化 接下来啊 接下来啊 我就想要给 跟小朋友说一个 嗯 我们可以听听 一个小故事 小雨的故事 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细嚼慢咽 为什么很重要呢 嗯 小雨啊 假日 一早起床啊 她就刷牙洗脸 然后啊 就准备吃早餐咯 准备妈妈 帮她准备的一个 丰富的早餐 当她准备要吃早餐的时候啊 突然 听到门外面 嗯 有人在叫她 嗯 在门外啊 平平安安的叫声 催促的小雨说 小雨小雨 我们 我们一起去公园 玩踢球好吗 嗯 这时候啊 小雨心里面在想 嗯 我要赶快吃 如果我吃太慢了 可能会来不及 跟 跟着这个平平安安 去踢球耶 所以这时候小雨啊 马上啊 就狼吞虎咽的 把所有的面包 往嘴巴里面塞 嚼也不嚼的就 嗯 就把它吞下去了 而且啊 赶快 赶快把牛奶 咕嚕咕嚕咕嚕 就喝到肚子里面去了 嗯 接着赶快跑到公园里面 去跟平平安安 到公园里面去踢球 踢球踢啊 跑啊 跑得好快哦 用力的踢啊 玩啦 诶 突然一下子 突然啊 小雨肚子感觉上 一阵脚痛 哎呦 小雨说 哎呦 我的肚子好痛哦 好疼哦 哇 那个平平安安啊 看到小雨 肚子这么的疼 赶紧啊 赶紧把他 怎样 扶回家 那妈妈看着小雨啊 啊 肚子疼得脸色发青 赶紧啊 把他带到这个家里附近的诊所去看医生叔叔 嗯 结果医生叔叔啊 看了一看小雨 听了一听 小雨今天早上 呃 打球前吃了什么东西啊 怎么吃啊 然后啊 又跑去公园玩呢 哎呀 嗯 你猜猜看 医生告诉小雨说 她怎么了 嗯 各位小朋友 你们都很聪明 没错 医生叔叔就告诉了小雨说 因为啊 你吃饭 吃的早餐的时候啊 吃的太快了 狼吞虎咽的 然后啊 刚吃饱饭 就做剧烈的运动 所以很容易就肚子疼 嗯 所以啊 各位小朋友 吃完东西 一定要 吃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细嚼慢咽 而且啊 刚吃饱 绝对绝对 不可以做激烈的运动哦 你可以散散步啊 走一走啊 这样不仅不会呃 产生自己肚子的不舒服 还可以帮助你的消化哦 好 再来我们再来看 第四个好的习惯 就是食物在口不说话 嗯 这个习惯很重要哦 吃东西的时候 如果你说话 很容易就不小心 哎 也早呛到了 嗯 而且啊 如果啊 你在吃东西的时候 讲话 可能会把嘴巴里面的食物 或者口水到处乱喷 这样也是不卫生 也没有礼貌哦 所以 所以各位小朋友 如果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啊 食物在口 绝对不要讲话哦 好 下一个好习惯就是 嗯 不挑食也不偏食哦 嗯 各位小朋友哦 从我们上次的几堂课程 大家都清楚 均衡饮食 而且啊 要让自己的身体健康 又强壮 记得 什么食物 都要均衡摄取 所以不要挑食 也不要偏食 嗯 这个我们上一次就讲过了 所以在这边 敏华老师就不再重复讲了哦 好 接着 再来一个好的习惯就是 收拾餐具好帮手 各位小朋友 你们都已经是 一年级的小朋友了 对不对 嗯 那敏华老师就来问问看 大家会自己吃完饭后 会自己洗自己的碗筷的举手 嗯 好多小朋友都很棒哦 他们会自己去收拾自己的碗筷 嗯 还有人会帮妈妈 爸爸 一起这样 洗碗洗盘子 嗯 也很棒 嗯 还有小朋友会主动的 拿抹布擦桌子 嗯 很好 嗯 好 嗯 有些小朋友说 他还很小不大会 不过你可以请爸爸妈妈教你哦 好 吃完饭以后 你也可以帮爸爸妈妈收拾碗筷 这样啊 我们就可以 嗯 当一位一年级负责任的好儿童哦 我们可以慢慢 从一点一点的慢慢去做学习 因为你已经长大了 你已经是一年级的小朋友了 对不对 好 最后啊 嗯 更是重要 我们都知道 饭前一定要把手洗干净 那饭后呢 嗯 饭后啊 一定要记得 饭后一定要解牙 一定要刷牙漱口 这样可以保持自己口腔的清洁 避免细菌滋生 也可以保护我们的牙齿 避免蛀牙哦 所以各位小朋友 饭后解牙可以保健康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各位小朋友一定要注意哦 三餐饭后一定要记得解牙漱口 嗯 嗯 这些饮食的好习惯 你已经有了 或者还是做的不够好 或者没有做 那都没关系 那米华老师希望你今天上完课以后 就可以清楚的知道 嗯 这些习惯都很重要哦 要好好的把这些你会的好习惯保持下去 如果做的不够好的 或者你没有注意的 那我们就要更加的努力 而且更确实的把它做好 好 最后我们再复习一下 哪些饮食的好习惯呢 第一个 就是要饭前洗手七字绝 定时定量精神好 一口一口慢慢嚼 食物在口不说话 而且均衡饮食很重要 而且均衡饮食很重要 收拾餐具好帮手 结牙漱口保健康 饭后善不好消化 各位小朋友 这些都是很好的饮食习惯哦 那今天你是不是已经都学会了吗 你有没有给自己下定决心 说我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些饮食好习惯 记在脑里面 而且确实的把它做到 希望各位小朋友透过今天的课程 能够知道饮食的好习惯 而且能够落实在你的生活中 成为一个真正很棒很棒的一年级小朋友哦 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了 那希望各位小朋友能够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